大家好 我是阿天 FB的活動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參加 這一次是泰雷茲 每一次新角色好像都會有一個分享的活動 那我都沒有抽到 但是沒關係 反正就是有參加有希望 那另外泰雷茲的話 它是書本跟這個雷屬性 不過它的雷屬性是全體三連級 然後單體是二連級 那傷害的部分 全體的部分當然是沒有比單體來的強 那我覺得這個遊戲 比較珍貴的應該還是屬於這個單體的輸出 因為不論是之後看到一些機制 大部分都是在打一隻BOSS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單體輸出比較高 那索菲亞的大亂兵 是可以三段降兵防 然後單體的兵攻擊也是非常強 所以我覺得這隻角色沒有也沒關係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喔 這個是大新聞 這個1.4版本要出來了 那我雖然說我沒有玩八方旅者 也就是那一個怎麼講 就是奇路旅人過幾年之後的本傳的故事 那其實八方旅人2也好像要出了 那可是你可以在網路上面看到一些八方旅人的一些故事 還有很多人玩的這個影片 所以大概可以了解說八方旅人本傳的這一個 它的流程 那另外這個日版也是已經兩年多了 所以說網路上面才會有那麼多攻略資料 所以說我就是看這些攻略資料 然後大概就是有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 那不過如果說說錯的話請這個幫我指證 好 那這個1.4的這個版本呢 是多了無名小鎮 其實有一個地方啊 你是可以去這個嚕羊毛 等一下我們這個嚕羊毛的地點呢 是在 我忘記哪個城 好像是麗文的 好像是索隆王的那個城 有一個房間 你可以去旁邊的那個羊那個地方 你可以獲得那個剪下來的羊毛賣錢 好 那這個無名小鎮呢 你可以完成任務收集材料 邀請NPC入住 還可以在堅果田 堅果田喔 真的是 現在的堅果呢 獲得來源的話大概就是 每天去入武器店的這個NPC 然後討伐嘛 對不對 然後在牧場飼養小羊和羊駝 蠻有趣的 不會是這個單機的遊戲喔 然後追憶之塔 追憶之塔呢 可以挑戰曾經擊敗過的標誌敵人 標誌敵人就是 其實討伐 討伐的敵人也算是標誌敵人喔 所以我才會說這個解冕任務很簡單 你只要打一個討伐呢 那個標誌敵人也算是解決的 你就不用去大地圖上呢 特別去找標誌敵人喔 然後呢還會解鎖隱藏的怪物 暗影龍喔 那暗影龍的話呢 在攻略網站呢 也可以找到他的這個弱點跟攻略喔 然後呢是這個鬥技大賽 鬥技大賽 那這個完成一連串的挑戰 還可以獲得瘋獲的獎勵 跟這個神秘的五星旅人喔 然後新劇情 我就是期待新劇情 我真的是好喜歡玩這種RPG的遊戲 然後呢又帶一點這個手遊的這個性質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是超級期待這個主線劇情喔 因為像我真的很久沒有玩到那麼熱血 尤其是在這個窮擊一切之人 第八章 當那個王女啊 這個第三戰的時候 當他的姊姊一出來 然後給大家上BUFF的那個時候 哇 真的有一種這個以前啊 在打那個太空戰士系列 然後或是一些這種最終BOSS戰 然後你就會看到說這種夥伴的力量 什麼什麼什麼死去的那個戰友們 什麼光之戰士 那個是太空戰士五代 然後給你力量 然後大家就起來 然後BUFF提升這樣子 然後跟這個最終BOSS對戰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主線的劇情我真的是超期待的 然後新地圖 新地圖呢也代表是說這個會有新的練功的場景 然後新的刷貓的場景 新的刷素材的場景 所以說那新地圖呢也就代表是會有這個新裝備齁 那新地圖新劇情新裝備這三個應該是連在一起的 那這樣子也好 反正我們就對不對 走來走去等貓咪然後順便刷刷敵人 然後這個反正就是一舉數得嘛 好新旅人喔 哇一次出現這麼多喔 我覺得遊戲要逼人家課金就是一次出很多角色 因為讓你覺得說課了一隻不夠 然後呢這個想要再課一隻 如果說你這個遊戲出的慢的話呢 譬如說這個兩個禮拜抽一次 那我就是慢慢錄慢慢錄嘛 抽到一隻再抽下一隻喔 可是一口氣出這麼多隻角色的話呢 誒說不定我覺得忍不住想課金喔 那這個呢 有這個原作的學者 原作學者就是指八方旅人的這個本傳齁 那個賽拉斯齁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 還有莫魯魯萊歐尼尼爾 還有肯尼斯多羅德亞 德亞還有這德亞還有波拉 好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圖片吧 我們等一下先看三隻角色就好 好這是羊駝齁 無名小鎮 然後呢這個是什麼 NPC吧 你要邀請他來開鐵降步 這個手怎麼好 好像是阿我的王之力啊 然後這個是剛剛說到那個追憶之塔的這個暗影樓 是不是 80級 然後鬥技大賽 鬥技大賽 OK 好 嗨你來了 你是來報名參加鬥技大賽的嗎 好主線劇情 獸與名參之人第一張 獸與權力之人第一張 然後這個是新的武器 這個武器有比例戰系列好嗎 這就是60級在上面多兩級 好貴喔 一把要十幾萬耶 那我現在不過呢 最近慢慢的打討伐 我現在這個金幣也有300多萬了 所以應該是買得起吧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有防具 也有這個武器 暴君系列 然後賽拉斯 這個也太強了吧 這個是 學者 然後這個三個屬性都有 要火有火 要冰有冰 要雷有雷 真的是這個冰火雷 三重天啊 好 然後呢再來是這一個 末路路神官 然後再來是劍士 萊歐尼爾 我們就看這三隻就好了 那另外呢我們來看 這一樣是這個日文的網站 日文的網站呢 我有切兩個是 直接用Google翻譯喔 好這個叫做追憶之塔 也就是這邊翻紀念塔 沒關係我們就往下看吧 這什麼東西啊 好 追憶之塔 這個因為這是Google翻譯 所以說這個 可能翻譯的名詞 有些不一樣 不過大家就是加減看一下 如果說你跟我一樣 都沒有玩過日版 然後也沒看什麼資訊的話 我們就直接看看攻略網站 大概了解一下 他說這是無名證的內容 無名證的內容 所以說這個追憶之塔 它是蓋在無名小鎮裡面嗎 然後讓你製作特殊武器 那製作武器 需要打倒象徵性的敵人 就是 就是那個特殊敵人啊 什麼討伐敵人啊之類的 然後 這個建議在各地區 主動討伐象徵性敵人 是不是說你在地圖上面打倒了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什麼 黃色啊 或是紅色的敵人之後呢 他會跑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去打 然後可以獲得一些素材啊 好 然後塔樓跟田園中的符號敵人 是分開計算 就算在紀念塔內 收服的記號敵 紀念塔內的記號敵 和戰場上的記號敵 前往敵的這個地圖的時候 還是可以戰鬥 呃 弱點和等級相同 你有更多的機會 和純粹相同符號的敵人作戰 嗯 我的感覺好像是要去大地圖上面去 去打這些有標誌的這個敵人吧 不過 大家打完主線之後呢 其實應該大部分的敵人都已經打了 有一些 可能60幾級 70幾級 其實現在 如果說你都已經弱到 角色都60幾級的話 應該都是打得贏哦 好 然後什麼是戰鬥篝火 呃 在1.6中實現 好 這個我們就跳過 1.6還還早 要解鎖紀念塔 你必須完成無名小鎮的任務 好 那無名小鎮的話我們就不看了 這應該是蠻簡單的 這樣子 無名小鎮的是現實生活 需要時間流失的內容 還是趁早玩吧 所以他這個就是跟討伐任務一樣 就是說 當你1.4改版之後呢 趕快去解這個無名小鎮的任務 可能 他會定期生產一些東西啊 然後獲得一些資源 所以說 越早解越好 就像那個討伐的任務 也是一樣 推薦大家主線趕快解 因為那個討伐的話呢 高級討伐跟普通討伐 都是每天恢復一次嘛 那你進入 你來玩這款遊戲的話 越快解完前三章的這個 這個主線任務 開了討伐之後呢 你這樣子每天才可以領一次 這個討伐的次數嘛 對不對 好然後呢再來 欸這什麼 這什麼東西啊 它是 喔 斷製斷野屋 這個是鐵匠 你在接受了他的任務之後呢 他就會到這個無名小鎮 然後鐵匠的什麼任務 然後你需要收回什麼碎片 那是廣告圖片 然後在紀念之塔之後 中被征服的象徵敵人的記憶之大 沉睡可以戰鬥 那打倒目前遇到的象徵敵人 會出現傳說的象徵敵人 就是這個更強一點 然後可以獲得特殊裝備的材料 不知道這一天可以打幾次喔 好這樣子 那擊敗戰鬥篝火中出現的傳奇服號的時候 會出現暗影龍 有沒有 暗影龍剛剛那個官方也有介紹 喔 20個 20個盾牌 然後呢 欸你看這個攻略 他也會介紹說暗影龍的這個 這個 這個打法 喔 他這個肉裡被鎖起來了 這個樣子 還有暗影龍紅喔 不知道是這個版本有沒有出現 好 印章裝備強化 兌換的印章裝備 可以通過 這個傳說符號 獲得的材料進行強化 所以說呢 有一些 所以說剛剛看到那個暴君系列是 是普通的裝備 那在這個無名小鎮 又會有一個裝備叫做印章裝備嗎 然後還可以這樣子強化上去 就是多了一些這個 這個特殊的 特殊的特效 譬如說就是 純粹 因為我們現在裝備就是純粹的這個素質嘛 什麼物工啊 屬工啊 物防啊屬防 那這個地方呢 是不是還會再多加些有的沒有的這個屬性啊 譬如說 像這個畫面中的這一個 戰鬥開始的時候呢 有25%機率會回復BP 這樣子 就有點像是角色的這個被動技能 那這樣也是蠻好玩的耶 好 所以這個是部分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印章 它叫做郵票設備清單 你看 如何獲得光凸凸的灰甲 就是 就是光溜溜的這個 這個還沒有 就是可以去打印的印章裝備吧 不過這是V1.6 我們先不用管 我們才V1.4喔 好 這個是這一個追憶之塔的部分 你看資料這麼多 我們就這樣隨便看一下 說錯了這個請抱歉 因為我這個沒有玩過日版的 不過相信網路上面很多啦 然後呢 這一個是 這個是 紀念塔和強化武器 怎麼廣告都是這一些啊 看錯了看錯了 等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喔 這裡 如何解鎖 等一下 這裡也是追憶塔 大陸的霸者 在這裡 啊 我 我看到兩個都是那個追憶塔 稍等一下喔 我要看的是那個 我要看的是這個 鬥計大會 好 我們來翻譯成中文喔 Google翻譯真的太強了 我們來看鬥計大會喔 嘟嘟嘟嘟嘟 這個被大家發現 Google廣告都是這一些 代表說我很喜歡看這些 看這些有的沒有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樣子 好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一個是 鬥計大會 欸 怎麼不見了 鬥計大會 欸 怎麼不見了 稍等一下喔 我先回到首頁 然後 往下拉 鬥計大會 在這個地方 這裡嘛 對不對 喔 它是 它是一個長長的頁面 這樣子喔 它是說 呃 好 我們就從這邊開始看 呃 格鬥錦標賽基礎之勢 這樣子 喔 欸 好像是寫在這一塊 是不是 格鬥錦標賽補獲和釋放方式 先看這個好了 喔 這樣子 這個東西 OK 好 這麼多 武林爭霸賽怎麼結束 這是名詞不一樣 比賽這麼多 我們需要通關Tommy第三章 第三節的第一章 自負之人第一章窮人 齁 OK 那這個是主線第一章第三節 蛤 第一章第三節 那很前面吧 第一章第三節是 是指最 最早的這個第一章嗎 窮人的故事 齁 不能去競技場的話 還是還是去看財富3的主線劇情吧 所以這個要先解主線 不過 這個感覺上是最早的嗎 齁 主線劇情第一章 我們現在主線劇情第四章了吧 是不是 我有點不確定這個章技怎麼分 怎麼分 好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 幫你解完了這一個 他所要求的這個主線任務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這個鬥計大會了齁 然後怎麼參加比賽 好 跟這一個人講話之後呢 你就可以參加錦標賽 然後呢 是開始這個預選賽 那沒有組隊畫面 啊 沒有組隊畫面喔 所以排位賽馬上開始 請先 在參加的隊伍中 跟他對話 然後HPSP會在戰鬥開始前 完全回復 好 比賽難度 地基輪杯齁 這個樣子 然後 國王和夥伴的弱點 這個是 會打三隻齁 你看 有攻略真好 呃 這個敵人是 弱點是這個弓箭 扇子跟這個光 然後隨同是槍 弓箭跟這個 呃 雷跟這個光 太好了 我有五星的這個弓箭手 好 然後呢 格羅斯姆杯 這個光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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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略網站 他還有設定說這個難度星級喔 呃 槍斧案 然後劍斧 瘋案 火神杯齁這樣子 OK 這麼多 喔高難度 最高難度 高難度 高難度 這個樣子 哈米杯 你認為最難的這個競爭是什麼 格鬥 欸這是大家投票喔 好 然後格鬥錦標賽中 冠軍賽的難度 會因每個冠軍而異 打擾他們的難易程度 會根據你擁有的角色和隊伍變化 所以沒有推薦的順序 好 但是你從這個 這個什麼喔 反正就是 好像 好像就是 看你自己的角色 然後去去挑戰相對應的這個杯嘛 因為如果說 你的角色正好是有刻到這些屬性的話 打起來當然是會比較簡單一些嘛 好 所以說這個是鬥計大會喔 呃 不是什麼玩家PK啦 應該就是 他會有一些固定的隊伍讓你去挑戰 然後可以獲得 呃 支援啊 或者是五星的角色喔 好 所以說這個是鬥計大會的部分喔 我們再看一下 他不能使用支持者 這個地方 他不能使用支持者 所以說你叫那個NPC是沒有用的 在這個地方 參加錦標賽 呃 贏得欲賽參加主戰 如果你輸了 你可以重賽任意多次 呃 如果你輸了之後呢 你可以跟輸掉的對手重賽 不論輸多少次都沒有懲罰 喔 慢慢來抓緊時間吧 如果忍不住 什麼叫忍不住 不小心輸了嗎 建議升級和強化裝備 裝備高狀態修正的武器和防具 例如酒精考驗啊 酒精考驗裝備就是那個 栗戰系列啊這樣子 在決戰中面對冠軍 預賽贏四次 正賽贏三次 就可以跟冠軍一起進入決賽 打到冠軍的話 可以招募五星角色作為同伴 五星是誰啊 調整隊伍的訓練跟構成 獲得勝利吧 可以獲得Ruby 還有Goldstone 金石嗎 Kingstar 五個角色 這樣子 呃 贏得錦標賽 可以獲得的冠軍角色系列 哇這麼多喔 什麼燕龍統一哈密 這個也太多了吧 與國王再戰 這樣子 喔 真的是太多了太多了 好我們就我們就不看下去 反正就是 就是多了一個一個這個挑戰的這個關卡 可以去打了這樣子 有點像是打 像現在我在挑戰這個 立戰系列一樣喔 好那最後面呢 我們來簡單來看一下這個三隻角色 首先是這一個 這一個齁 賽 賽拉斯 賽拉斯 哇你看他的評分是9.7分耶 那一個索菲亞才9.4分 所以說齁 這隻角色的評分非常非常的高 是SS喔 然後這個 他的這個是T1喔 好那我們就直接看技能吧 簡單看一下就好 我們點這裡喔 好這就不翻譯了齁 好火焰魔法單體 單體的戰 然後呢 冰魔法單體 哇 這個是火雷冰 而且威力都230 威力非常強 然後單體弱點 這個不需要 然後呢 蘇兩下攻擊 精神統一 這個 提升自己的鼠弓 然後呢 特大火焰魔法全體3回 特大冰劫魔法3回 那該有的都有嘛 所以說 你想要他就是 就是說這個對方落火 你就 你就換上這個火焰的這個技能 他落冰你就換上冰的這個技能 喔有這隻角色真的是 其他人都不用練喔 然後呢這個被動技能 戰鬥剛開始的時候呢 弱點會一個一個打開 這個就是跟那個佩雷迪爾 四星的那一個 那個老頭學者是一樣的喔 好 然後呢這個是 冰火雷屬性強化 自己的冰火雷屬性 攻擊力增加20% 然後角色 席德角色是 角色50等級以上 然後其他是耐性強化 不過你一定是裝備 你一定是裝備這個 這個什麼冰火雷屬性強化嗎 然後再來是什麼 必殺技 必殺技我們還沒開放 這隻角色真的是 應該是必抽的角色吧 好然後再來喔 再來是這一隻叫做 萊歐 萊歐 萊歐尼爾 看一下官方怎麼翻譯啊 萊歐尼爾啦 萊歐尼爾 好等一下喔 我們來看技能喔 好 這個是單體劍物理攻擊 單體兵 全體劍 普普通通 然後 這個好喔 單體劍攻擊 可是這樣的物防是10%喔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這個 萊歐爾嗎 是不是 還是 有點忘記 我們現在那個 那個 唯一的一隻 還是歐菲爾 唯一的一隻 五星的那個女生 她也有這個單體 那個劍的攻擊 不過她這樣的物防好像是15%欸 然後呢這個是兩段劍攻擊 那 我剛剛說的那個 那個女生 她是三 她有三連擊喔 然後呢 這個是自身兩次劍 但是提升自己的物防 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很重要 她有挑釁嗎 好 渾身斬 這個單體的威力就 比較強了 230的這個威力 然後單體兵攻擊 這個也是不錯 然後再來是這一個 單體兩次的劍攻擊 然後提升物理防禦 這樣子 這樣子 OK 然後邪氣一斬 全體劍物理攻擊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菲歐爾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念錯名字吧 我覺得菲歐爾門 就是目前這一隻 五星的角色這個劍士 好像比她好一些些 這個樣子 她有一些增加自己的防禦力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 應該 應該幫助不大喔 欸 怎麼怎麼跳掉 稍等一下喔 來看一下喔 呃 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剛剛說的那個 應該是應該是叫菲歐爾吧 呃 在這個角色 等一下喔 嗯 全角色一攬 太多了 等一下 太亂太亂了 呃 他應該會有個整理吧 呃 讓我點一下 讓我點一下 劍士 哇 這樣子太多了 太多了 我 我只要點 等一下 點劍士 齁 其實這個網頁整理得很清楚喔 我點劍士 然後 嗯 他是屬於 原始 啊這個啦 菲歐爾 對阿菲歐爾嘛 這一次角色嘛 這個 這是目前有的這個五星的角色嘛 然後 我覺得他的技能就 就 就比剛剛那一個來的 來的好用喔 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喔 他的技能有沒有 劍的三連斬也有啊 然後 他的這個五星 五星才能學到的 單體攻擊 喔 沒有喔 這樣的物防是20%喔 因為我不知道是因為說我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菲歐爾 他是 欸 等一下 因為 因為我不確定是因為說那個什麼 我這隻角色是4.5星 所以說我學不到最後一招 這一招 降物理防禦於20% 所以你看這個降物理防禦於20% 這麼好用 然後全體兩回的物理攻擊 這個 這個還好 重點是這一招 單體攻擊又可以降物防 你看 這個多好用 打Boss超棒的 好 所以這是菲歐爾喔 好 所以我覺得菲歐爾比這個萊歐尼爾來得好用 好 那最後一個是這個末路路喔 末路路的話 我們來看看他的技能 好 在這個地方 欸 這個 單體補血 單體補血 好像米羅德全體補血比較好 然後障連打 單體封攻擊 連續 回復魔法全體自動回復 這個特歐也有 但是特歐的那個是密鑽 還會增加 好像會增加封耐性喔 然後三連痛打 障的三連擊 然後單體封屬性攻擊 好像普普通通喔 呃 這什麼 治療魔法 就是同時補血 又會有這個自動回復 喔 一個人 連續全體回復魔法 衛方全體HP自動補血 欸 這什麼 繼續 回復魔法 呃 這個是效力比較高一點點的 這樣子 希望之光 呃 單體 然後呢 可是只有單體喔 然後這個 除了補血之外 物防 鼠防都會增加 欸 那我覺得這末路路好像感覺還好嘛 那米羅德感覺上 就很好用啦 米羅德只是沒有 這個障的三連擊 但是米羅德有這個光的單體攻擊 跟光的全體攻擊 而且威力也是蠻強的 那米羅德的話 他是這個全體補血 然後他沒有這個 好像他好像沒有自動回復 但是五星的這個特歐那個鑰絲 他有這個全體這個黃耳回血 還有這個風耐性喔 所以我覺得這一隻 末路路的話 就好像不是那麼急喔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那感覺上最強的應該就是這一隻吧 塞拉斯喔 畢竟是本專的主角啊 跟這一個 跟這個特雷莎是一樣喔 那個本專的這個商人喔 好啦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那我們就期待這個接下來的改版 還有這個 12月29號 29號就會有這個新的角色 這個什麼泰雷茲的這一個更新喔 好那就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丁 我們下次見拜拜